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四十个年头 所以今年应该是非常盛大的一年 所以我们很开心地访问到了 郑敬怡主任 我们三组的同学都选定 同样的时段 也还有同样的地点 办他的毕业成果展 有知之猪鸡 知人说梦 还有今天晚上这一场的 致命不凡 他们真的是致命不凡 因为他们选择我们系就读 其实就是对于这个行业 有一个梦想 那透过很多的学习 从做终去成长去磨练 当然以后一定会有不凡的表现 其实我们知道有三十组同学的作品 你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期许 他们这一次的这个致命不凡 它英文叫做 So and you shall find I think 我觉得他们会find themselves 会发现 who they are and what they love and what their dream is and they will find the market and find a job and find their future 今天很谢谢郑主任 然后我们待会就一起来 好好的欣赏 这次毕业展所有的作品 福人大学织品服装学系 第四十届毕业动态展活动 特别选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举行 以知字贯彻辅达大织品学系的精神 服饰设计动态展演 以织命不凡为主题 意味着从逢之发掘自我 凭借读书一致的创造力 编织出属于他们的织命不凡 这一场服装秀 让我们看到同学们兼具创意 与实穿的创作理念 作品相当精彩 这一场动态展演 特别还邀请到 辅大制品系毕业校友 艺人李佩旭前来颁奖 在服装业界专业评审的评分下 最后选出了一个评审特别奖 三组佳作及三组优选作品 我们设计里面 主要来自一部电影叫《选》 有关于就是姓陈宜的男人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从服装 表现出这种束缚感 可是却又以诚意的方式表现 服装就是主要以黑灰白 然后还有米黄下去做搭配 然后用利落的剪接线条 去强调它的力度 做这系列就是要和搭档讨论 讨论出两个人都满意的稿子 然后再下去做 这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那我们最后都克服了 谢谢爸爸妈妈在那边 对然后还有师角就是指导老师 还有系上所有的同仁 那我设计里面就是反映我对 现代我国家女人的一些痛苦 然后在《冲冰珠风》里面 吹取一些图腾的元素来反映 我对女人的感觉 很难做的地方 一时间很短以外 二就是金属的处理很多工 然后必须要在两个月里面感受四号 所以就真的很累很忙 有史以来我出门到 现在没有得过任何奖 就是在这次我第二奖 就实在是太开心了 里面是以美国的瀑布 就是艺术家为游 然后你用它的美式漫画风格 然后就是有用它的元素 像是三元色红黄蓝 跟现在的流行的人物做结合 主题就是POP 以瀑布艺术的POP 跟流行的Popular 就是加在一起这样子 可能因为是毛衣的关系 所以是比较重 就是会跟设计里面 有可能会有点粗 就是要常常一直修改这样子 感谢我爸爸妈妈 我选支品系 可能一开始没有很支持 可是到后来 看我在熬夜做作业或什么 都就是跟我加油 或者是帮我煮宵夜之类的 就是给我一点鼓励这样子